今天到了干火比较旺盛 然后嘴巴里面常常会比较干渴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 泉水清炖粘层白鸭汤 给大家降降火 首先我们用到一个食材就是 产自于我们福建熔岩的粘层白鸭 乌嘴 乌角 白鱼 鱼毛已经被剃掉了 第一步的话要用这个火腔 在鸭子的表皮近年烘烤 碰到这种状态 有点焦黄油脂分泌出来 在炖汤的时候香味会比较香一点 脖子 爪 还有这个屁股 我们先给它切掉 先处理一下这个种植的 新鲜的一个食糊 切成差不多4厘米左右的段就可以了 把鸡爪的脚趾头切掉 猪垫子肉斩剑就可以了 排骨 还有猪垫子肉 鸡爪我们先一起焯水 另起一个锅去焯一下牙齿 放点姜葱 广东米酒 给它去一下腥 下一个步骤 蒸一下食糊 倒一点广东米酒 去停射味 经过5分钟的蒸汁 颜色上变得比较脆 接下去了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蒸汁 现在先把这个排骨还有肉 还有鸡爪先放进去 给它铺平日本的一个中骨柱 把鸭子放进去 石糊 枸杞 然后调入盐 矿田水 让它静静的蒸汁5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汤色非常的清纯